昨天220位驻华外交官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外交部湖南推介活动 会后多国大使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们期待与湖南有更深入、更广泛的交流合作 不少大使在采访一开始就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 为中国人民、特别是湖南人民送上节日的祝福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用省强民副令人惊艳点赞湖南 现在湖南省已与俄罗斯建立了四对友好城市关系 并与福尔加河沿岸八个联邦主体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